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 恒指今天收了大音軸 低開後一直跌至27397 跌穿了27400 有一點反彈 收回下影線 跌了514點 收了27489 看看三分鐘圖 今天開始 一隻跌下去 跌到10.45分後 大概10.50分 才站穿21ma 跌穩 有個比較明顯的信號 有個支持在下面 這些位置 很多時候都是如果一站穩 21ma 跌落有機會是 跌落有機會是 全日最低的位置 大概10.50分 因為它站穩了 因為它站穩了3分鐘圖 21ma 跌落有機會是 有一點點微微的上升 然後又跌不下 等下這些ma 等下這些ma 因為這些ma 都會壓住 如果它還可以下 或者這個支持位不夠實正 應該會是 撞中的ma 又會繼續跌下去 看到它曾經是 手制的13ma 就是這個位置 跌到這些位置 跌到這些位置 跌不到13ma 所以又再破底 破底之後 到這裏 10.50分後 它就試那條13ma 試完之後 回一回再站穩 站穩之後 再站穩那條21 基本上這個位置 比較大信心 是做了全日的最低位 看到最後 這個位置的確 是做了全日的最低位 但是它是 今天的最低位 明天就可能會跌穿 也不定 看看小時圖 小時圖 它是未金叉的 看到STC 是未金叉的 它是轉向轉了第一天 看到這個底 這個是前個星期的底 然後就是 1 2 3 4 5 先了5日之後 就轉向 因為5是一個轉折數 轉向 現在是轉了第一天 只不過是轉了1天 所以這個位置 如果說見今個星期 那個最低位 就未必是 所以暫時看下去 就是今個星期 還有低位 看看 用RG看看 或者先看看 期貨圖 看看現在行什麼 浪 看到周線圖 周線圖 現在應該在走 Y內 C浪 看到 31 那些位置 跌下來 就是走W浪 就是A B C A B C A B C 走S 現在走A B C 走Y Y又分了 A B C A B 也走完 還抄到C C C就是C1 C2 C3 C4 C5 這樣走 所以應該現在 走YC3 因為YC1 就兩支音速做了 YC2 就一支音速做了 暫時這樣看法 看看線圖 這裡跌下來 這個是1浪 然後反彈 這個是2浪 現在開始 3浪 現在開始 IG 看看 恒指的場合指數 用IG 看看周線 看看周線的 Retracement 會比較明顯 看到上星期的操作上 可以怎樣做 都比較明顯可以在這個周線圖看到 看見到前個星期就打中了這條MA 兩個星期前就打中了這條MA 一觸發的反彈都應該很大 很大機會 因為這條MA也大 算是 55MA也大 再加上一個 Retracement 這裡是50%的Retracement 看到是50% 反彈 做了一個反彈 這反彈 因為它站穩到 兩個星期前 沒有收到 0.5的位置 即是收到在0.5以上 所以反彈很大機會 到0.320 上星期 看淡最美的位置 就是28002.2以上 操作上 上星期在28002.2以上 看淡 就是最美的操作 這個位置 除非上星期的竹 收到在這個位置 否則都是看下面這個位置 上星期的竹 收到在28002.2 所以今個星期 應該是看0.320 即是 撇除了數浪的問題 可以純粹是用黃金比例 去找回目標位 就是27,041 這樣 看看會不會今個星期到 如果今個星期不到 都似是下星期到 27,041 這樣 就是用這個Retracement 去操作就可以這樣 補充一點 可以去到55mm 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 就是55mm 因為它還未到 未到270,041 這個位置 就在27,041上面 因為它之前 可以看到 站穩到的 這條MA 有反彈 所以不排除它再試 也有可能可以站得到 至於那個 這個是周線圖的 Retracement 所看到的東西 看看 日線圖 日線圖 看到它的STC 就是超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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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差了 所以就轉向 轉向之後 下一個的轉向 可能就要等這兩條 快慢線 在超賣區下面 金差 暫時都未做到 就應該像是未跌完 看一看這個4小時圖 4小時圖的浪 之前說到這裡是一個W 這裡是一個S 這個是一個Y 這個是一個SS 這個Z 這個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個是其中一個看法 如果這個是 對的話 如果這個數法是對的話 它現在就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會跌穿這個底 跌穿這個底 256800的位置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會回到這裡的70%以上 所以這裡可能是一個A 只不過是一個A 然後回到70% 然後做一個B 然後做一個C 做一個平台冷 這樣才又再破底 這個是另一個可能性 只有兩個可能性 如果這裡是一個Y 除非這裡是一個W S Y 因為這裡都是1比1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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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個波幅是1比1 所以都 排除不了 W SY 現在在走這個SS 都有可能 因為它始終這個SS 它是沒有跌穿過S 看到它這個位置 它是沒有跌穿這個位置 所以還是可以是一個SS 當然如果今晚或者稍後 它跌穿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一個Z 就是剛剛那兩個可能性 就是直接跌穿這個底 或者是回70%再上 70%的位置 就是兩個情況 都是去到70%的位置 是這個必經之路 所以就量回70%的位置 看看哪些位置 是比較大的機會可以去到 看到27267 現在有可能是直接跌穿這個底 或者跌穿了27267之後 可以深一點可以再跌穿 再上 或者跌穿再深一點再上 也有可能 所以當跌穿了70%這個位置 其實就要很注意它究竟 跌穿了什麼 以及去到哪些位置 會有支持的情況 如果 因為變數就比較多 因為去到27267之後 過了這條線之後 變數就比較多 因為它可以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平台浪的ABC 當然這個C也可以不破頂 不破A也可以 即是可以在一個ABC 再下都可以 因為是一個平台浪的關係 要記住就是這裡下去 可以跌穿這個底也還可以 因為平台浪可以是一個 擴張平台浪 也可以是一個 擴張平台浪 例如說 順勢平台浪 它都有機會跌穿這個底 才再彈 所以跌穿了70%這個位置 短線的走勢 就要看得更緊 看得更緊 看看會不會現在跌穿了SS 如果跌穿了SS 就已經 排除了一些可能性 27351 27361 都還差一點 還差10點 就跌穿這個S浪 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不像了 雖然還沒跌穿 還沒完全排除 但其實也不像 因為它S浪在這裡 如果這個是SS浪 上個星期的影片都說過 它應該就會是 和它有一些比例的關係 如果這個是SS浪 如果這個是SS浪 它應該就會是 去到這個位置 不會失手 1比1這個位置 大概失手了 失手了1比1 就看1比1.618 即27637 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位置 已經跌了下去了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就記住留意它的收視 就不要一跌穿 就覺得會有反彈 就留意它收視 就是看它這支 4小蝕觸的收視 又或者是留意它當時的 去到這些位置 那些移動阻力有沒有升穿 亦可以留意剛剛所說的 亦可以留意那個 現貨的3分鐘圖 那個21MA 如果用21MA去看 穩的支持 起碼看到它是27700多 27600多 27500多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也不會看好 直至到它是27400多 這些位置 記住21MA 才知道它是 大的支持位置 是27300多 400多 起碼用這個方法 就不會在這些位置看好 如果是去到這個IG 4小時圖 看看這個位置 27637 到那個10分鐘 看看 大概就是這裡這些位置 看到它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是有用 有支持的 應該就會收穿那個移動阻力 如果這些位置是有支持 應該就是跌穿之後 就升穿 並且收視站在這裡上面 那就代表那個SS浪在這些位置做了 今天 但是它就沒有了 它就直接是收音軸 再收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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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去到 再看5分鐘圖 再看5分鐘圖 這個位置看到跌穿了 就算它這一下彈了一下 它也沒有收穿過移動阻力 然後有5分鐘圖 然後黑暗 再看5分鐘圖 看到有些移動阻力 移動阻力 在這的時候 移動阻力 移動之後 較移動阻力 然後移動到這裡 然後到這裏 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浪是一个止浪还是跌浪的最后一个浪 纯粹是知道收穿了移动阻力后就会有反弹 或者建底两个可能性都有 现在看下去就应该知道会是一个反弹 纯粹是一个短线的反弹 现在破底了 现在破底了 如果这个的确是二浪 这个位置是一 这个位置是一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现在就应该跌3 3可能这里是3的一 因为它现在是三浪的三 所以它的反弹可能比较少 可能这个已经是三浪二 应该有机会走三浪三 三浪四三浪五 才会完成这个三浪 所以这点就要留意了 即是有可能现在的反弹 就会比较弱 比较少 然后就会是 因为它是日线图 因为它是日线图 在走三浪 因为它是日线图 在走三浪 这是日线图的一浪 这是日线图的一浪 这是二 现在是走三浪 大概可以量一下它 看看三浪 理论上可以去到多长 可以去到 跌到多少 这个纯粹就是 理论上 实际上也未必是这么多 理论上跌到24,200 但它因为在走三浪 看到这里是A,B,C 所以它跌到有多深 都应该跟A,B有关 即是它这里走到A,B,C 这里就是C1,C2,C3,C4,C5 有可能走一个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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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也有可能 那三浪可能未必 和1,或者差不多 可能1比1 也有可能 短过1浪 也有可能 三短过1浪 然后4 然后5 再短过3浪 也有可能 所以可以量一下A,B浪 可以量一下 A,B浪 A,B,C A,B,C 可以量一下 可以量一下 1比1.618 然后弹到1比1 然后弹到1比1 就受制 不稳 所以现在应该 又再试1比1.618 今次试 可能是收到下面 如果收到下面 下个位置 就看2.618 即可能 A,B,C 最终就是C1,C2,C3,C4,C5 就会去到25746 有机会是这样的 暂时是这样的看法 看看上证指数走势 看看上证指数 看到没什么特别 今天就是跌穿了上周五的低位 在短线里面属于相对低位 比如小时图 小时图这些位置属于相对低位 做一做反弹 整体上大浪都似是向下方向 纯粹就是这里反弹 然后这里又反弹 还差一个推进浪 还差一个向下的推进浪 所以应该都 比较看得淡 这些都是一些短线的反弹 稍后应该就是 看看它可以 短线可以到哪些位置 它暂时守到1比1 如果失守的话 就是去3410 3410 即是这些位置稍后应该有机会失守 看看 道指的走势 看看道指的走势 道指入线图 应该的结构 应该的结构 就已经结束了 看到这里 升上去是1 2 然后这里是3 这个是4 这个是5 就已经结束了 1 2 3 4 5 就结束了 这个5浪结束了 看看周线图 看看周线图 看到周线图上周线图 现在是1 3 3 2 5 1 2 2 5 1 2 5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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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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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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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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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5 6 5 5 所以下面收到89mA 很大机会去144mA 这里应该是一个失败的5浪 1浪 然后这个位置是2浪 然后3浪 然后4浪 这个 有机会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都有可能 然后这个5浪 就是失败了 调整浪是在这个位置开始 所以调整浪 看到它走了1 2 3 4 5 5可能没走完 5可能在这里 就是一个下跌5浪结构 跌完由这里的5浪之后 就应该 会有个反弹 然后再下来 要留意这个可能 未必是4 即是这里可能是1 2 可能3也还在走 未走完 这样 看看量度 如果是3浪 如果他在走下跌3浪 可能要去到144mA 14461才可能 做完3浪 因为如果比较普遍的3浪 就不像是1比1的 所以暂时觉得这里是下跌1浪 再看看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走势 也没什么特别的改变 也是跌了5浪 1 2 3 4 5 反弹一半 A B C反弹一半 然后又再跌1 2 3 4 5 即是现在还处于跌浪 跌浪的C A B就做完了 C有可能去到1668 比较 保守就1731 1比0.618 1731 比较普遍就是 1707或者1668 都有机会 看一看 看原油走势 原油看到有线图 应该都在走下跌3浪 看到下跌1浪 下跌2浪 下跌3浪 就在走 看看 看看 extension 看到它准备到1比1的位 不过 可能要留意短线の阻力 到时 跌穿了这个位置 68.87 跌穿了之后 在短线 例如说10分钟5分钟 会不会收穿移动阻力 如果没有收穿呢 应该是看下面这个65.09的位置 其实都应该是可以再落深一点 因为美元指数都应该继续上升 看看美元指数 看看美元指数的周线图 上周收了在55mm上面 所以接下来应该是向着那条89ma走 即是向着94.35 94.3多的位置走 所以对银和金都应该是看淡 金、银和股都有机会看淡 主要是看美元上升 看看它在走什么浪 看看4小时图 4小时图 上次就说到这里走平台浪 就是由这个位置跌下去 走一个A、B、C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A、B、C 即是说是一个平台浪 然后这里走一个1、2、3、4、5 这边走一个浪 所以这边走一个平台浪 这边走一个平台浪 这边走一个平台浪 这边移动 这边是平台浪 这边是平台浪 八十五的位置就開始走一浪 一浪在這個位置做完之後就走平台浪 現在走三浪三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還沒訂閱Youtube的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裝回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